你不想留下联系方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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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互相留下联系方式 沒有在見過面 然後有一位 就是收到過他發的信息 你是說瘋嗎 嗯 那你跟Victor就沒有在聯系過 沒有他沒有 然後說 在主動發信息給我 然後我也沒有發信息給他 然後後面就沒有在聯系 你有想過會去主動聯系他嗎 嗯 我覺得 如果他 就是 我覺得特別合適 因為只見過一次 然後除非 一見鍾情那種特別喜歡 然後女方可能才會 比較主動的要去 initialate 去下段信息 因為 覺得 就已經不是 teenager那種年齡 然後 好像現在 就 嗯 對一個人特別上心 或真正 付出感情的時候 會 前面會想 會考慮很多 然後會 很難去 嗯 就是馬上投入一段感情 我喜歡 不要其他名聲 我覺得 是比較慢熱的那種 然後有的時候 我比較 嗯 就比較 粗神經 不是很敏感 可能我 對對方有感情 喜歡對方 但是 我可能嘴上 還不承認過 沒有意識到 我對他很抱歉 我那次 就是他發 攝影當天 他 如果發的短信 我那天 跟朋友出手啊 然後 看了那種信 就 他有問 就是希望 兩個人再通過話 然後再多 互相了解一下 然後再多聊一聊 然後就是 當時我沒有馬上回 然後是 嗯 因為那天 在朋友家住 然後轉天 才回家 到轉天的時候 我就 就不知道 怎麼跟他 怎麼跟他 回覆那個短信 因為我 嗯 從我心就覺得 好像 那時候沒有太大興趣 然後說 繼續見面 或什麼 就是那時候 可能有一些 別的事情 然後所以 但是我又 不太好 直接回覆 然後拒絕 所以啊 我就 就沒有 不太回覆那條短信 嗯 我有一段時間 嗯 就是 隱藏帳戶 就是 如果我不在家 能把別人鎖不到 我的口感 然後就是 前一段時間 然後 發生了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要 大概要 就是 像東西一樣 休息一段時間 可能才會 嗯 繼續 要進在 啊 看有沒有 比較合適 或靠譜的網上對聽